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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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是控制爆发 实际上控讲究的是一种平衡 利用黑壳下苹果罗这些生物除藻工具 重要的是做好预防 在藻类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 先把控藻的瞎罗这些线养起来 这样瞎罗有了食物 藻满足自身生长 同时又能将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不至于大规模爆发 这是生物除藻的一个基本思路 是控制而不是完全消灭 这也是东归先生一直说 无法刚开钢三五天一周后 开始逐渐向钢里加入黑壳虾和罗的原因 是用来预防藻类爆发的 很多人开钢几天就开始养鱼 水草都还没有开始生根生长 为食家粪便带来的营养物质 没法被植物吸收 自然就容易迅速爆藻 等到藻大规模爆发了 才想起来放黑壳虾罗 还真不一定能控制得住 而且还会因为水里严重负营养化 导致黑壳虾罗更容易死亡 比如东归先生的这个钢 思枣已经爆发到这个程度了 再放花壳虾进去 也很难有效果 必须要先手动清理出绝大部分才行 因为虾吃枣 钢生出来比较嫩的枣 他们喜欢吃 等枣老了 虾也不愿吃 所以古法钢控枣 一定要预防为主 开钢养钢的顺序是 开钢几天后放黑壳虾罗 等待水草生长 水草植物旺盛生长起来以后 能快速净化水质了 再开始养鱼养龟 这个过程通常要一两个月几以上 以下情况请别着急除枣 一 开钢初期 水草植物还没有搭根生长 此时枣出现 有助于净化水质 吸收营养物质 二 冬季低温期 水草植物休眠或生长停滞时 枣这时实际是净水主力 把枣除了 水质必然要恶化 以上就是东归先生 对古法钢除枣问题的介绍 预防为主 并且枣不是清理越干净越好 要掌握时机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